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掉P50来看 华为应该是有意在调整产品线 说不定以后高端就只有P系列 Mate系列 折叠系列三条产品线 而中低端这边则继续留给Nova跟畅相系列 当然了 这只是Tiger目前自己的猜测 至于后续华为会不会这样调整 还不好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 现在Nova 畅相 包括旗舰Mate系列的机型 都基本更新了一遍 剩下的就只有P系列 现款的P50系列机型 发布也已经整整一年多了 Tiger相信 华为现在应该也在准备新款的P系列机型 也就是迭代的P60系列 最近就有消息爆出 华为将再次回归一年双期间的产品阵容 且随着Mate50系列的火热大卖 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将再度复苏 与此同时 曾准确爆料过Mate50 Pro外形的HOND 日前又分享出了P60最新的渲染图 据悉 新机内部代号蒙娜丽莎 接下来 Tiger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角 华为P60 老规矩 先盘外观 外观方面 在外形设计上 P60跟P60 Pro也基本相似 主要在屏幕和相机上存在差异 从渲染图可以看到 P60将基本延续了现款P50的整体设计 比如正面还是采用重置挖孔 不过区别于P50的直屏 P60的屏幕会适当微距 背部则还是沿用P50极佳辨识度的 双环模组设计 上面圆环内是三颗摄像头 下面圆环内是一颗主射和闪光灯 不过去掉了P50模组上的装饰圈 整体看上去更简洁 配合渲染图的金色 辨识度依旧相当高 比华为P50系列的可可茶巾颜色更深 不知道能否受到土豪们的青睐 而此前还爆出过 疑似P60 Pro黑色配色的渲染图 可以看到正面采用的始终之小药丸的设计 按照华为一贯的传统领域 应该也会集成多种传感器 就是不知道是类似iPhone14 Pro的灵动导设计 还是采用自家Mate50的刘海设计 盘完外观 盘配置 配置方面 按照以往来看 P系列跟Mate系列不会差太多 依旧是旗舰机型的规格 处理器方面 不用想 华为P60系列 必然会采用骁龙处理器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骁龙8GR处理器 关于这颗芯片 据已经见识过骁龙8G2样机的爆料人 刘吉斯布尔透露 骁龙8G2的性能 将在骁龙8PLUS的基础上 在提升20% 能效则与骁龙8PLUS一样优秀 影像方面 据悉 P60系列有望搭载6400万像素主射 和可变光圈技术 还有新一代华为XMARGA影像技术的加持 P60系列的整体影像素质值得期待 就在近日 我们喜闻乐见的DXOMARK 公布了华为Mate 50 Pro的影像测试得分 最终149分的总分 超过了霸榜许久的荣耀MIGIC 4ALTA买次了147分 荣获DXOMARK全球影像排行榜第一名 据说这次是DXOMARK他们自己测的 想想也是 现在应该没有手机厂商再去送测了 现在这个榜 大家主要作为参考看看就行 不过有一说一 作为华为第一台搭载XMARGA影像的机器 能有如此出众的表现 P60系列 反而更值得大家期待了 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5G 缺少5G 对于华为来看 确实算是一道难以掩盖的伤疤 网上一直有传言称 华为Mate 50与华为P60系列 是最有希望率先回归5G的机型 目前华为Mate 50系列 大概率是没有5G了 但有消息称 困扰华为的5G射频芯片 已经取得了突破 14纳米射频芯片即将实现量产 这意味着华为P60系列有望支持5G 但也只能说有希望 总的来说 Tiger认为 即便没有5G P60系列 依然算得上是安卓旗舰机型中的佼佼者 新机大概率在明年第一季的发布 那么问题来了 华为P60的设计符合你的预期吗 如果依然缺席5G 你会考虑入手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